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还有留下你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 我们讲一讲 这个菲律宾 都挺大事的 这个 菲律宾的 东内格 罗省 其实 他们的省长 好像是海地 海地总统之前被人 潜入官邸 今次 他也是这样 有六名 人士拿着棒棒冲入了 这个省长的官邸 之后 省长就没了 另外有五名民众 真是 伤及无辜 在这个案件当中是没了 很夸张 很夸张 是入官邸 其实省长 现在的遗伤 只能叫遗伤 痛斥 丈夫不应该 由这样的方式去离开 人世的 他的 遗伤 叫做 Janice 同时也是市长 他说 虽然 今天是假期 丈夫依然 为选民服务 并且 公布了当时 CCTV的影片 六个人 拿着长长的棒棒 而且穿军装 不知是否是军人 但是 而且穿着这个 遗蛋衣 很轻松 他用轻松两个字 是不是有人跟他夹着 是不是有人一起 同谋 很轻松地穿过了 这个 棺底 的大门 并且 在 短暂观察之后 瞬间 就拿起白蜜 轻松 之后 坐着 同谋两部SUV就走了 接着 再汽车而逃 原来 动手的有六个人 记住 拿棒棒的六个人 加上其他同谋有十个人 当然 你知道小马可思 帮帮马可思 刚刚上任没多久 你是不是不给谁 这些坏人他不理得你谁上任 他就说 听到这些消息 他就很生气 并且 希望 那五位平民就是 难听点说 官 可能你跟他 之前有什么结缘 但是平民 为什么你又 掃得人呢 可能是看到他们 因为那些人 可能是 看到他们 不留口 不留生 不留生人 他也说 为省长和这 几位平民 表示哀悼 强调政府 一定 不会 放过他们 最后 拘捕了他们 三个 拘捕了三个 其他人 究竟能否拘捕得到 我们看 这个 被人拉低了的省长 就叫做 迪加摩 其实 他的 这件 这么大事件 被人 拉低了 也显示到 菲律宾 这个 问题很厉害 而且政治 和一些宗教 狂热分子 还有就是 这个犯罪团伙 还有 是一些 当地的土豪 一起勾结 原来之前 好像 新比斯开省 巴里 的 副镇长 阿拉米达 原来都是 被人拉低了 而且他随行五个人 你别以为保镖很厉害 对不起 翠幸五个人 都没有了 是上个月发生的 但是 刚才我们说 穿军装 之后 拉低 刚才那位副镇长 是穿警装 为什么 这样 大家记得 之前 香港那件事件 是不是康泰 我没记错 那个人都是 警察 是的 好像叫 缓多撒 没记错 在黎撒港场 为什么这样 令人很担心 你 当然 穿军装和警装 是不是 就一定是 即他们真正身份 他没有说的 现在邦邦马赫斯是没有说的 邦邦马赫斯是没有说的 那当然 实在太可怕了 实在太可怕了 因为 他是 是掃的 开盆盆盆地掃的 那当然 目击者 就说应该有10个人 现在只有3个人 是承之于法 原来 小马赫斯 看到他好像做了总统 但是 都不是很稳 原来 上个星期 亦都有人说要推翻邦邦马赫斯 其实 好像做了没多久 这么快推翻他 理由 我觉得有点牵强 他说37年前 你老爸 是 叫做 是叫做 压制 抗争者 但是 他老爸 即公道地说 你又看到这个邦邦马赫斯 跟他老爸又貌似 又是两种管治手段 是借口来的 是不是借口来的 我觉得也是 就好像这个很搞笑 200事件 台湾地区就是一件 很大事的事情 你知道 现在 台北市长 蔣万安不是掌事后人 他说 蔣介石田鸣 蔣万安落台 这件事 你推到他那里 又真的 我觉得差得很远下 再说 蔣万安为 事件负责任 很难推得到 这么久以前的事情 他第四代 他第四代 说真的 这样就糟糕了 其实想起我们国家澳洲 因为你知道澳洲 很多人都是 囚犯后代 全部负责任 是吧 所以他们上个星期 的 这个 示威就说37年前 这个独裁者 就是 令到很多人是没有了 现在独裁者 你儿子就做了总统 所以呢 因为你的诉求 不是那么 合理 所以只有几千人出来 三千多人 我当你一万吧 但菲律宾很多人 就走上街头 抗议 这个是老马可思的 人权 以及说他是专制独裁 邦邦马可思可以说 我是一票 选票选出来 不过他们也可以说 做票 那他们就说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 当时我们争取民主 老马可思 就用一些很可怕的方法 压制我们 事隔这么多年 小马可思居然做到总统 更加 那些人都自打嘴巴 更加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 所以他就问一下你为什么可以压倒性 当然 马可思家族是回到菲律宾的总统府 马拉坎南宫 这个很出名的 其实当时 在这个 叫越沙大道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纪念碑 不是那个组织 那个组织 有没有 好像没有了 大马上 收了工 收了工 是 就几十个团体 就是聚集 就说 纪念 推翻马可思戒严的统治 而且要求帮帮马可思下台 就说这样可以拒绝专制再次出现 这样说 这个真是 我觉得 你讲得这么远 难怪只有几千人 太 太少人是来来的 因为你说的 不多是 叫做合理 这个 诉求也是合理的 我们之前都说过 这个 以前社民连去 示威 他的诉求也很合理 是说 这个巴勒斯坦的 但是 你 跟香港人很远 就很难有那种 认同感 或者共鸣 另外菲律宾 其实 还是要小心一件事情 原来 菲律宾机场的工作人员 昨天 有报纸就说 是涉嫌 偷 中国旅客的智能手标 而被捕 真的要小心 你有去过菲律宾吗 没有 没什么兴趣 因为说真的 他有一个沙滩都可以的 他有一个沙滩都可以的 是 人家说 拍牢就好一点 不知道了 因为 自从这件 香港人康泰事件之后 其实我就不太敢了 说真的 当然会不会将来是有信心呢 暂时我就没有 对不起 因为东南亚 很多国家都 挺似下的 你们的海滩也挺好 泰国的海滩也挺好 越南也挺好 那个比较出名的叫 波拉K 中文不知叫什么 不知是吗 不知真的不知叫什么 原来 在亚基罗国际机场 一名 安检人员 安检人员结果 不多安全 因为在 2号的时候就被发现 是 偷了中国旅客的智能手标 当时 被偷东西的人 摄检查之后 哎 安检为什么不见了 不逆而非 袋里面的东西 摄氏人员 本来就否认 后来 因为你机场肯定有CCTV的嘛 是呀 这么笨的 你自己做安检 哎呀 你都知道 熟头熟路了 在 这个偷窃过程当中 被这个闭路电视影了下来 警方就是 拘捕他 这个马尼拉国际 机场管理局 就谴责这个事件 亦都说 这个偷窃的人 是垫污了公务人员 形成的信任和诚信 对于机场和国家 带来了负面影响 因为你安检人员 居然令到我的东西 好不安全被人偷了 是吧 原来 一个几星期之前 又有一宗差不多 喂 你需要 甚至 检查 不过我想做机场之前 也是有这个背景 调查 因为你担心有些极端分子 是吧 因为 我们都知道 其实之前菲律宾是出了很多大事件 很多很多大事件 甚至他们有人 某宗教人士 曾经去过什么难角 那马尼拉国际机场的几名安检人员 原来 前个星期 刚才他们说的那宗就是 两天之前 但是 前个星期 原来亦涉嫌是偷取 女客 20000日日的现金 20000日日的现金 20000日日并不是很多 但是都要1000多港元 但之后就被捕了 其实 这样的话很危险 我是来旅游 结果 令我覺得這個地方不安全 之前有件事件是中國旅客被人老套離開的 很久之前 記得菲律賓嗎? 其實那件事就想 你說什麼潛水 東南亞風情跟澳洲不同 但是我也是安全為先 以及東南亞風情很多國家都可以 菲律賓不是首選 他也有自己特殊的事情 當然有些人覺得自己去就去 但對於我自己來說 之前有些事情 康泰事件之後我對於這個地方 將來會不會呢? 也可能會的 菲律賓跟你們也很相似 也有很多島 其實東南亞很多國家都有很多島 除了有個地方叫文萊 就好像沒有什麼島 因為它被你們的國土夾住了 在沙巴和沙路越中間 其實這個國家都挺特殊的 因為我覺得看一看 原來是這麼有趣的 是這麼小塊 自己獨立成國 它真的獨立成國 很小塊的地方 當然了 在大馬Sir之前也有介紹過 它有一個特殊的歷史的原因 搞成這樣 搞成這樣 不應該這樣說 變成這樣 因為它也覺得挺好的 看回整個東南亞 其實菲律賓是很多島 跟印尼也很相似 印尼更加散 它的島 很散很散 不過這麼說 你說那些地方公道一點說 是難管治的 因為你散 因為你散 我都說了 我朋友住在東馬 他出到吉隆堡 坐飛機來澳洲 他真的要坐那些三板仔 他不是說笑 他說 那些船幾個人坐的 我朋友回鄉 在這裏 回去沙路越的鄉下 海六空都錯了 海六空都錯了 不是說笑 是真的 所以這個特殊的原因 沒有辦法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裏 多謝各位再見 拜拜